中信里的里长 贵建新里长 这位里长虽然是新的里长 不过他在上任之后 非常重视里内的社会福利 像是有设立了资源捐助站 来帮助弱势的朋友 另外还有非常重视里内的基础建设 尤其是在陆泉这一块 他以上任之后 就开始积极的来轻路站 划设停车阁 希望里内的道路空间都能够很畅同 贵建新里长自从上任后 就很重视里民的社会福利 以及里内的基础建设 所以设立资源捐助站 就希望受捐者或是捐赠者 有个固定资助站 让他们平日就可以前往 现在在我的服务处这边 有设置一个就是所谓的资源捐助站 就是可以让一些 我们里内有一些不需要的衣服 或者是没有用到的一些家具 那个器具一些等等 都可以放在我们这边 然后再由我来转送给其他 就是有需要的人 至于里内建设 他则是相当重视陆泉水 他陆续化车格轻路站的用意 就希望不要再有车辆 占据道路 道路方面呢 那我觉得就是要 就是要再重新整顿 就是我会再陆续化设机车格出来 利用有可用的空间 然后再去朝这一步进行 未来他仍是坚持走福利 推动和里内建设路线 务必将中性里打造成移居环境 未来的话 我还是希望朝建设跟 弱势这一块来进行 那在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我有做出 对里内做出了一些突破 对以往没有做到的 那例如说 那个物资的发放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 还有发放我们的那个 所谓的年利跟农民利 然后第三个就是 我还有做了我们的 清扫我们的防火项 那陆续我还会再增加说 像我们的外墙 外墙那些老旧的招牌 然后都会把它进行 慢慢逐步的去拆除 虽然贵里长知道 自己是新里长 有心作为 难免会引起部分里民反弹 但他始终认为 做对的事就不怕人言可畏 而这或许也是作为一个里长 需要接受的挑战 记者新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